賴清德把臺灣的這個房屋預算 明年增加到6470億 那我折算了一下 大陸的國防預算仍然是臺灣的12.5倍 這個是臺灣加碼之後 那本來是16到17倍 而且這個比例已經持續了20年 所以你可以想像兩岸軍力落差有多大 你不覺得更荒唐嗎 就說你這個跟人家軍力落差這麼大 怎麼你衝撞成這個樣子呢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有點不負責任了 所以國民黨就認為說 要跟大陸維持在和平穩定的狀態 要讓大陸覺得未來的和平統一是有機會的 那兩岸的老百姓要多交流維持友善的關係 這個才是根本 那我認為美國他站在外面 當然他樂的賺臺灣的錢 可是我認為美國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美國也知道 你在那邊惹不斷的衝撞你是要幹嘛 那真的發生台海戰爭 美國也幫不上大忙 所以美國也要講說你們多溝通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去說他才好 就是說你怎麼會脫離現實到這個程度 對兩岸軍力的評估 對美國出兵挺你的可能性 你怎麼會這樣完全用你主觀的意志在搞政治 這樣實在是太危險了 好